海泰地产与您共同关注第一地产 他们是城市的地标 他们是繁华的写真 商业空间的新雨衰 城市经济的晴雨表 决战商场 有人曾经得出这样一个并不太严谨 但也颇有道理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们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大多数消费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但是有三个产业却一定会例外 那就是地产 医疗和教育 那为什么呢 道理说出来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分别植根于人类的三个永无止境 甚至会水涨船高的欲望 那就是群居的欲望成就了地产业 永生的欲望把医疗变成了永不落日的产业 而自我发展的欲望 又使得教育产业积业长青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又要强使永恒的需求变成永恒的利润 你还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 今天的决战商场给你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 摆放整齐的桌椅看不到尽头的走廊 这或许是大部分人对于学校的理解 然而走进任何一家英服教育的培训点 你会发现脑海中这些刻板印象会被彻底挡破 学员们除了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咨询室授课点进行学习外 还可以在英服为学员提供的咖啡吧 沙发 会议室和桌球区内放松 而特别的是 在这些区域内你只能用英语进行对话 有别于传统课堂讲授 英服更注重学员在空间内的体验与分享 近日 作为全亚太地区室内设计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亚太室内设计大奖 郑重地把机构公共空间设计金奖 授予了英服教育 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的旗舰式培训主心 只在表彰英服教育别具一格的室内空间设计理念 然而 在竞争相当激烈的语言培训市场 英服所推崇的这种空间艺术 究竟能为它带来多少利润价值 在和地产商进行商业谈判时 英服又碰到了哪些烦恼 决战商场 敬请关注 那就让我们欢迎英服教育中国区总裁维佩德先生 我们可以称你为皮特吗 可以 当然 另外 本期节目的观察员 是上海商方联的秘书长吴珍奇先生 皮特先生 我很奇怪 中国有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 你听说过这个词吧 听说过了 那这个事在你身上就应验了 你说你从事房地产行业 虽然有十几年的经验 但是为什么这家英服教育 在中国要选一个中国区总裁 会选择你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有什么共通点 对吧 对啊 就是这样 房地产从一个角度来看 还是一个服务的一个行业 那教育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非常重视的 它的核心 它的本性是服务 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共通点 不是那个传统的教育 就固定时间 用书面的教材等等 我们是把教育转变成一种服务的第一件事 那我想问一下观察员先生 胡先生 你觉得房地产业是像皮特刚才讲的 是一个服务行业吗 这个服务意识是共通性的 造房子 我也要了解消费者需求 你需要住什么样的物业 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为你来做 造什么样的房子 才能适合今后市场的营销 在房地产除了开发商以外 还有它的服务领域 包括营销 包括策划 包括推广等等 很多的领域也都是为我们的业主 为我们的购买的消费者在提供服务 所以整个来讲 房地产肯定是一个服务行业 只要是一个服务行业 有过充分经验的或者实战经验的人 他换到任何一个行业 都能够把原来的经验务实下去 对一个行业的了解深度是很容易的 但是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沉淀 这是需要积累的 还有一个现象 一个趋势是教育 是这几年来 是通过一个变化 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谈传统的教育方式 反而我们是谈一个现代的服务 那他通过这个趋势 通过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他是就稍微可以说是变成市场化 所以就出来这个连锁教育的概念 之前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问教育跟商场发展开发有什么关系 之前根本没有 但是现在我们看了很多就合作的机会或者共通点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进入一个行业会为这个行业贡献很多东西 哪怕是一个故事 就像新东方的余敏洪先生 津津乐道他当年在电线杆子上刷广告的那些故事 结果这一刷就刷出了一个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 对对对 那好 现在问题到你了 你进入这个行业了 那么你会为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吗 我们目标是不一样的 我们主要的服务是为白领 而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个传统教育 我们提供给学生一个环境 他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头很舒服的 很快乐的学到新的语言知识 这个是我们主要原则 我知道您来到英福之后 对英福做了一个改造 就是把教室之外的公共空间 是 扩得非常大 甚至在我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至少还占了50%这样的空间 就差不多 对 这是您的独创吗 是的 是的 您的独创 我们就是设计出来一个新的学校 也不是教学 学校就是它的 不是最合适的名字 比较合适是一个语言俱乐部 因为它不仅仅有教室 它也有就是休息的空间 就休息的地方 可以在这些地方 我们举办了很多学生的活动 这样一来 他们有时间练习 在轻松的环境里头 练习他们在教室学的知识 所以这个是跟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个是影响到我们房地产的策略 刚才我们谈的是一个空间的选择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再往深推一层 实际上我想问Peter的是 你在服务品质和课程品质之间 你会选择哪一个 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会建议他怎么选择 客户这个层面来讲 他选择一样东西 我们一直用三个字来形容 叫性价比 那也一样 我今天到您这边来求学 您今天是一千块钱和一万块钱的学费 那我肯定会考量你一千块和一万块 你给我的东西是肯定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说学费贵 学费便宜 这个来选择 而我考量肯定是一个综合的 你这个学费提供给我 你一万块提供给我很好的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正是我需要的 我愿意付一万块 但今天说你给我一千块 但是你就跟我讲 你每天过来 我教你怎么背单词 那我觉得就 我这个一千块我都不愿意花 那这个就是说不是单纯看价格 而是看一个综合的考量的性价比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回来 回来的话题更值得期待 因为下一节的主题是 Peter先生怕什么 或者是他有什么烦恼 一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 Peter先生生意做得很大 做得很好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我听说你在寻找商铺的过程中 经常会被地产商拒绝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有时候会发生 对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坚决只给很低的租金 你刚刚问了我怕什么 对吧 其实我最怕的是 开发商不够了解 我们能带来的优势 能带来给他们什么贡献 给他带来的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